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恩典的主 我们爱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要一生来服侍你 主啊 祢是我心中抵抗 祢像谷中百合沙乱的玫瑰 我仰望祢 祢那圣洁的容颜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殿中 主啊 祢是我心中的力量 祢是顽固 盼世主力不动摇 我愿一生 献上神秘为祢 但愿梦你所爱 梦你的祝福 我要珍颂你 直到永永远 不是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先生命为祢 如同心向祷告 我愿一生一世 告据祢生命 主啊 祢是我心中抵抗 祢像谷中百合沙乱的玫瑰 我仰望祢 我仰望祢 祢那圣洁的容颜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殿中 主啊 祢是我心中的力量 祢是顽固 盼世主力不动摇 我愿一生 献上神秘为祢 祢有 那哥牧铺 带着孟你所爱 孟你的祝福 我要珍颂你 直到永永远 宝世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先生命为祢 如同心向祷告 我要一生一世告据祢神明 我要乘颂祢直到永永远远 服侍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全生命为祢永如同心相祷告 我要一生一世告据祢神明 阿雷琳佛同生开口来敬拜祂 向祂来诉说成名我们的心 阿雷琳佛祝我们赞美祢 祝我们赞美祢 祝我们一生一世要为祢所用 祝我们每天可以住在祢的殿中 赞扬祢的荣誉 可享祢的荣美 祝我们对祢请幸福音 祝我们说我们爱祢 我们渴慕祢 我们渴慕祢 我要 我要尊所命直到永永远 护士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全生命为祢永如同心相祷告 我要一生一世 我要一生一世告据祢 我要呈送祢 我要呈送祢 我要呈送祢直到永永远 护士就像一首美丽的诗歌 献生命为祢有 如同心向祷告 我要一生一世 高举你生命 献生命为祢有 如同心向祷告 我要一生一世 高举你生命 主啊 我们真的说 我们愿意献生命为祢用 主啊 好像我们常常听见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常常为祢献生 主啊 好像感觉这样的事 离我们很遥远 主啊 但是我们看着现在的情势 主 我们求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让我们真的有一颗 愿意为祢舍命的心 主啊 有的时候是舍下我们所愿 舍下我们所爱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舍下我们的生命 主啊 把这样一个舍己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愿祢愿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曾经对我们都说 若有人要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耶稣对一个服侍他的人 他是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他在哪里 跟随他的服侍他也要在哪里 但是他所得到的报偿 又是何等的高 他说我父必尊重他 亲爱的兄姐妹 什么是服侍啊 什么叫做服侍主 我们的主 他还需要人服侍吗 他不是也这样对我们说过 他说 他来到这个世上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家 但是他为什么又说 要来服侍他 指的又是指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更加清楚 我们跟随主的人 在服侍主的人 我们在服侍什么 服侍的要求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好时我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让我的生活 因为我实践主所告诉我的话 它是非常有意义 是非常充实的 是与别人有帮助的 我请大家一同来看一出经文 在提摩泰前书 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 提摩泰前书 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误慢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幸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这样是 我也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解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 人中的人做榜样 他给我们做个什么样子的榜样 就是一个被称为是罪人中的罪魁的 保罗 他居然也能够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是何等稀奇的 何等稀奇的一个 一个礼遇 一个恩典 服侍主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刚讲说他需要人服侍嘛 万有都是他所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 我们的主 他铺张了诸天 他立了大地的根基 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 都是他所造的 在天上我们看到 在他周围有四活物 有二四位长老 有众天使天君 他们不住在那里敬拜赞美神 我们说那个是最美 那个是一个最荣耀的服侍 主要我们来服侍他是指这个嘛 当然万西向他跪拜 万口称颂他荣耀的圣名 这当然也是服侍 可是我们要晓得 在这里所讲到 主要像保罗这样子的人 也来服侍他 是为什么呢 不是指将来 他是指的现在 我们服侍什么呢 我们服侍这位神 我们把最好的服侍他 我们有什么最好的可以来服侍他的 所有的好都是从他来的 如果没有他先把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在他面前 我们一无所失 是他先把他的生命 服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 如果不是他来找我们 他来救我们 我们根本 我们想都不用去想 我们跟这位主 还有这样子的连结 更不要讲多了 来到他身的宝座 来得他连续 蒙他恩惠 做随着帮助 来感谢他 来赞美他了 是他 先服侍了我们 他把他的话语 服侍到我们的里面 把他美好的生命 服侍到我们的里面 把他权柄能力 服侍到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才能够 脱空而出 我们才能够 我们才能够 决出逢生 我们才能够 从罪恶当中回转 今天我们要来服侍他 弟兄姊妹 他是我们的元首 是我们的头 他要今天的教会 成为他的身体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是他充满 万有者 他所充满的 服侍神 我们的元首 我们的头 服侍在他的身体当中 服侍他的身体上面 就是在服侍他了 弟兄姐妹 当我说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不见 我们随便就说说了 他是很具体的 你爱他的身体 你就是爱头了 就是爱他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里面讲到说 主说那些服侍他的 那些侍奉他的 他纪念 他会把骨度赐给他们 什么样子的人呢 就说我饿了 你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吃身露体 你给我穿 我在监狱里面来看我 我生病了 你们来照顾我 人家会问他 说主啊 你什么时候 你是这样光景里面 我们曾经对你做过这些事呢 就是说你们既坐在 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服侍主他所爱的 他的教会 他的身体 这世代需要的人 就是服侍他了 什么人能够来服侍他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人能够来服侍他呢 其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配的 也世人都犯了最亏缺神的荣耀 是吗 我们本来我们都不配的 但是今天 保罗也说过了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帐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也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们 是所有的蒙昭的蒙恩的人 我们都可以来服侍 这些人像什么样子的人 什么人都有 你看耶稣基督所拣选那些 那些的门徒啊 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品质啊 你看这里面 人家是看他们是说 无学问的小民 他们有的是做 渔夫出身的 有些过去 那个行业 虽然是很赚钱 但是不太光彩的 他们是做税吏的 也有的是在政治上面的 狂热分子 甚至有些人 存心不良的 他还会偷取其中钱囊的 像犹大这样子的人 当然也有像保罗 这样过去残害教会的人 这些人 如果要我们来选 没有一个人能够入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比他们又好到哪里去呢 如果主要选我 我们真的能够入选吗 没有人要的 但是主要我们 他知道 我们这些人 我们不但没有资格 来到他那边服侍他 我们活在世上 好像等死一样 但这不是他造我们的目的 他帮我们换一个生命 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活出他造我们的目的 让我们可以在地上 摄像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全地 来管理他的创造 他必须要把 我们的生命换过来 他必须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 然后把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崭新的 最美的 最善的 最好的 放在我们的里面来 他是怎么样来 服侍我们的 他是怎么样做了榜样 要我们来 照他所做的 也服侍这个时代 他所历经的苦难 我们从圣经里面 你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们过去真的可以讲说是 糟透了的人 但是他没有嫌弃我们 他居然来找到我们 他来找到我们 呼召我们来 跟随他 你看到他对彼得 雅各 约翰 对马太 他呼召门徒都怎么说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他已经发出呼召了 你来决定 你要不要跟上去 你要不要跟上去 每一个人 他都对你发出这个护照 出死入生 从仇敌手中出来 耶稣来 已经为我们败坏 那个掌死权的 他要救我们出来 他说出来 你要继续窝在 那个仇敌的手下 继续跟他为物 还是他手伸出来了 你就赶快 你相信他 你就得着这个生命 接下来呢 你就跟随他 服侍他 服侍他是什么呢 他所做的 他说你们也要做 毕竟做比这更大的事情 有讲说我们怎么配呢 我们怎么配 我们有学问 或是我们过去的经历 糟透了 如果像保罗说的话 在罪人当中 我不但是罪人 我还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怎么配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他也知道 他虽然过去 他泄满神 逼迫人 五万人 虽然他过去 他是一个 这样子的 残害教会的人 可是 他也知道 主的恩典是 格外的丰盛 格外的丰盛 并且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因为 他是这样子的 领受这恩典之后 他感恩的心来跟随 然后他就不断地得着 从主所赐给他的 信心和爱心 他就不断去传扬 耶稣基督降世 我要拯救世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如此侍奉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就不断地 他在传扬这个福音 我们服侍主 凭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简单 就是凭主的恩典 所有的恩典 就是你不配的 你今天给你了 你没有的 今天加给你了 你没有信心 你也没有爱心 你也没有任何的动力 你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来服侍 你也没有话语 你没有恩赐 你没有才干 在服侍主的路上 这一切 主愿意 因为你愿意来跟随 他就送给你 他赐给你 使你能够 坐在这个时代 需要的人身上 恩典 过去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自己不行 所有服侍的人 就让过去 许许多多被主恩典出来 外跟随主 接下去 他们立了所谓 很多的丰功伟业的 他们影响世人 非常深远的这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样 都觉得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是我呢 我没有办法 我面对太多的挑战 我胜不过的 我都会妥协的 我会放弃的 摩西八十岁 被人呼召出来说 带百姓出埃及 他说我主口奔舍 我不行 主说还是你 你可以接受 你也可以这一辈子 你就活在 不断不断地 逃避过程当中 逃避当中 然后你看到 主所恩兆出来的 他的这些门徒 他的这些百姓 像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面对亚马利人打仗 亚马利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诸国之首 很会打仗的 以色列百姓 是奴隶出身的 他们根本不能够 建刀枪的 但是主要 摩西 上山去祷告 然后约书亚 选人出来 跟他们去打仗 吓都吓死了不是吗 但是若你愿意相信 愿意祷告 你相信 他们居然 就大胜亚马利人 居然 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第一个打仗的对象 是最强的对手 今天是主 我们所相信的人 是同样的一位主 你能够想象 那个童子 大卫 一个年轻人 面对 哥利亚这样的对手 能够打赢吗 你凭什么 弟兄姊妹 没有别的 他自己很知道 他你来是靠 刀将同级 我来是靠 耶和华 万军 靠的是万军之 耶和华 他的名 圣经当中 多的是这样子的例子 不是没局 这一些的门徒 能够走到各处去 传主的福音 神迹奇事 百般的一年 圣灵恩赐 给他们做见证 他们哪来这个本事 没有别的 因为神的同在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兄姊妹 你相信主 你相信主 主是赐恩惠 赐爱灵敏的主 他呼召你 你上路 他为你负责的 但是你要相信 我每一天 我到数算主的恩典 每一天 我仰望这位 为我的信心 创世沉重的主 兄姊妹 服侍主 主对我们 只有一个 最重要的要求 简单地说 就是忠心 保罗说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忠心是主对 他的仆人 可以讲说 唯一而且最重要的 一个要求 有时候我们 要论恩赐 才干这些的话 我们常常会 推脱 我没有这个 我不行了 所以 他就好像 走不出来 给不出去 就说 我没有要你 把所有的事情 都做了 我只要你 做 我要你做的 我量给你的环境 你在那里 你把 我所告诉你的 你把它给出去 你把它传出去 就是了 什么叫忠心 一个寡妇 她能够做什么事呢 当她在圣殿里面 她奉献的时候 她两个小钱 她就摆进去 没有人会注意到 这样子的人 耶稣跟旁边人讲说 有钱的人 是把他们有余的 就投入进去 这个寡妇 她是自己 她没有啊 她把她养生的 她都投入进去了 她自己不是没命了吗 不 她相信这位神 她忠心在这位神面前 神都看见的 忠心 马太福音 这个二十五章 这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也告诉我们讲到说 这个主对 那些服侍她的人 她说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恩赐可以不一样 有的有五千的 有两千的 但是主没有让 我们彼此去比较 然后看谁 做的比较多 他只要我们忠心 那个夸赞 两个同样是 四十四个字的夸赞 一个都不差 完全一样的 我求主给我们 一个忠心 无论人看得到 看不到 任何的环境 主求你帮助我 你良给我的 一个服侍的机会 我不管就碰到 什么人 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是怎么做 我就这样做 你怎么说的 我就这样做 我就这样说 主啊 让我成为一个 让你来检查我内心 而不是让别人 来评价 或自我来论断的 让我成为一个忠心 忠心到底 可以帮你 为你来使用的人 好吧 我们来祷告 求主使我们 每一天 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心 来服侍他的人 我们去来祷告 也说我们谢谢你 虽然我们非常地 祝你 你却愿意 信任我们 主啊 我虽然 我很多时间 我也不会 但是 祝你 谢谢你 你把我的 这个环境 你绝对有够有时间 有够有的力量 让我可以 让我可以 让我可以把你所给我的丰富 能够有的力量 是的 谢谢你 我们真的 本来是不配的 但是蒙你的大恩 蒙你的救赎 我们是出使路生的人 是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来服侍你 主 你要我们 在哪里侍奉 我们就跟随你 忠心地 顺服你 来服侍你 愿你自己来悦纳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的服侍 谢谢主 我们再次来祷告 我们也求主 让我不但服侍 而且是忠心的 是知道 是不是在主的面前 虽然是在人的面前在做 但是却是主在那里看的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 能够过得去 他如何 我们也如何 我们再次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谢谢你 我赞 亲爱的主 让我凡事逃出你的心愿 主啊 让我要得到 是你的花赞 主啊 让我得到的是 祝你的品牌 主 不管是人是怎么看 主啊 人是怎么看 是百不百亿 或者人要打你们分数 主啊 不 主让我就是大家 我要领受 我要 主啊 主啊 我要的是 你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帮助我 忠心到底 你怎么做 主 谢谢恩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